大家好,歡迎收聽《安報足球快訊》 托馬斯·梅娜希望繼續為德國國家隊效力 但是明叔馬圖斯認為這是一個錯誤 並建議這位33歲的球員退出德國國家隊 馬圖斯表示,托馬斯·梅娜在拜仁莫尼克的陣營體系中 已未有更多空間 與他心有靈犀的風勢搭檔 羅伯尼雲到夫斯基都不在了 托馬斯·梅娜本人都不是邊峰 老實說,他都未有踢好世界盃 馬圖斯強調,我希望托馬斯·梅娜只專注在拜仁莫尼克 當他離開國家隊時 我看到了有史以來最好的托馬斯·梅娜 當然,都因為他當時在羅伯尼雲到夫斯基身邊踢球 但不幸的是,現在這樣不再可能回到過去了 當國家隊的生涯中的事,我們都是不想接受的 這在2000年都是曾發生在我身上 托馬斯·梅娜在代表德國國家隊出戰的121場比賽中 打入了44球 互顧自己作為國家隊球員的時光 馬圖斯認為自己與托馬斯·梅娜目前的處境 有一些相似之處 雖然在1990年獲得世界盃冠軍 但在10年後幾乎未有任何用處 我雖然說可以穿德國球衣 但老實說,我已經未有真正發揮的作用了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by bwd6